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 歡迎回來侏羅紀世界進化 我們終於又回來了 那這一次呢,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說,之後呢,這個系列 老頭呢,應該是不會用直播的方式的 原因非常的簡單,我在這邊跟各位稍微報告一下 然後,你不要生氣 聽我說,這是只有觀眾聽到我沒辦法直播才會發生的事情 好,這位暴龍觀眾請聽我說 拜託請聽我好好講好不好,不要生氣 就是說呢,因為由於這個遊戲呢 他的經營時間真的很花時間 那基本上上次,應該不是說上次是說 前幾集應該各位有看到老頭直播了吧 過程中其實這個作業感是非常的繁瑣,以及非常的重 那為了要就是 不浪費彼此的時間 所以說呢,之後的影片呢,簡單來講 所有的 部分呢,影片的部分細節呢 都會在恐龍身上 建築物的話會稍微 介紹一下帶過,就這麼的簡單 好吧,那我們呢,都已經講完了 之後這個系列會怎麼發展呢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 那你會看到老頭呢 稍微花了一點時間經營呢 這個,我們的第3個島嶼喔 你會發現呢,老頭現在分配這個 應該是說 老頭經營的部分有稍微進步了吧 各位 應該有看出老頭進步的部分了吧 這個第3個島嶼前之後是這個 創新中心 其實這個呢 有點就像是 你們現在在看那個 侏羅記 世界的這個電影 殞落國度 他們這個場景 我是沒有看過電影版啦 不過今天可能會去看 然後很多人都說 這根本就是那個 殞落國度的場景嘛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麼今天要幹嘛呢 我到現在都還沒講 我們今天呢,就是要稍微來 來試探一下咱們這隻霸王龍 我們霸王龍在哪邊 在那邊不理他 我們那隻霸王龍呢 他到底可以跟什麼恐龍共生 老頭現在這邊手邊有兩隻恐龍 一隻是 恐爪龍 另外一隻是 還有一隻肉食在哪裡啊 恐爪跟誰 我們有恐爪龍跟 重爪龍 這兩隻我想要測試他們可不可以共生 我就是想說把他們放 養在一起看可不可以 因為呢霸王龍在這個 應該是說霸王龍地獄性非常的強 他在那個地區呢 他只能放一隻 超過兩隻同種類 他就開始搭起來了 但是他的 恐龍種類的龍忍度居然是很高 就可以龍忍很多弱死恐龍 所以說老頭在好奇之下 想要測試一下 恐爪跟我們的重爪 哪個可以讓他在這個地區裡面共生 這個是慈母龍喔 那這個慈母龍呢 他需要很大量的社交 就是同種類的恐龍 然後 於是乎老頭就這樣子做個劃分 你會發現老頭這邊已經做了一個很長的通道 這邊全部都是觀景台 然後呢 這邊呢 一個很大的空地 之後考慮放露食恐龍 然後我們最上面那個地方呢 老頭應該是會放 呃 露王龍跟就是 露食龍可以共生的那個區域 我們這邊養恐龍就只有兩個地方而已啊 好不好 我順便放一下 晚龍看看好了 反正我們現在錢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晚龍可不可以在這個 草皮上面共生 然後呢 老頭養了一隻 是梁龍 梁龍的話基本上一直就夠了 他的社交 他可以一個人也可以多個人 我是覺得一個就夠了 因為他死掉之後他也不會影響整個體系 他也不會因為死掉之後 牽連到 牽連到同類 而且他 就是一直就說他根本就是沒有朋友 就這麼簡單 一個沒有朋友的梁龍非常的可憐 所以說他死掉就孤老終生 也不會影響任何生態 就這麼簡單 然後呢 接下來老頭要在這個地方生兩隻 跟我們所講的 就是我們的中爪龍 以及我們的孔爪 好不好 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來測試一下 然後呢 你看到老頭現在這邊右邊有一個任務改善外觀 這個改善外觀這個任務呢 就是準備要解那個什麼 什麼科技啊 給你們看一下好 遊客的 不是喔 是營運 那個叫什麼來著的啊 突然忘了 都不是 圍欄嗎 對啦 水晶水晶圓 水晶油圓車站啊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 好像就是可以一顆球 然後過去逛那個 整個裡面的那個 恐龍的環境吧 這個呢 現在就是要解這個任務 我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解完 如果今天可以的話 順便把它解一解好了 我們就可以獲得 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應該是 就是因為它是圍欄屬性的嘛 它是圍欄這一列的 所以說應該也是放在圍欄這個地方 我想說到時候可能是放這裡 或是放這裡 然後他們就自己坐進去有沒有 然後就 再把他們吃掉有沒有 啊沒有啦想太多了 空爪 喔好酷喔 我覺得它應該 跟迅猛龍是同種科目的吧 如果它可以跟暴龍共存的話 那我也覺得蠻 訝異的因為 它明明就是 恐怖的爪子 恐爪龍 我覺得它應該可以跟迅猛龍 就是那個林道龍 一起 一起共生 我覺得它可以一起共生 是不是要打起來了 我覺得好像他們會打起來啊 會打起來嗎 驚慌 好像不會 大王龍對小型恐龍好像都會龍忍的樣子 是不是 社交好低喔 它只會驚慌而已 就跟 角龍 就跟腳鼻龍對上 林道龍是一樣意思啊 感覺是這樣子 可它的社交有點低 這個可能只要養四五隻左右 那 為了 為了以防它一直不斷的驚慌喔 我把我們的這個肉啊 我把我們這個羊 羊多放幾隻啊 多放個幾隻好了 因為我們也需要滿足一下 這種迅猛龍 狩獵的那種滿足感啊 等一下 這是要咬起來了是不是 唉 別給我打喔 哪裡需要補給啊 待會再說好不好 好看還是不會打起來 他選擇逃跑 喔喔喔喔 中爪龍出現了 超級像鱷魚的耶 喔喔感覺這中型恐龍會跟 淺灘 啊 我喔會打起來 他 他最多只能兩三隻共存 但恐龍數量 讓他好像可以 可以接受度更高 你有沒有看到 好像可以的樣子耶 他還沒遇到暴龍 我不知道他遇到暴龍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居然偷吃羚羊龍的 不是羊羊 偷吃那個孔爪龍的 我們那個新的島嶼出現了 哇 狹窄小島 佩納島 據說 這一座島會慘龍捲蜂 聽說很難經營 完蛋了 完蛋了 我覺得這個很難經營 不過這意味著什麼 你們知道嗎 帝王暴龍快要問世了 因為呢 我們現在是三個研究基地 這個進去之後 第四個研究基地喔 我們就有帝王暴龍了 不過這不是我們今天這一集的重點 所以說 之後再說 我不要 我拒絕 來 我們現在看一下 重爪到底可不可以跟我們的 霸王龍共生 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三個都可以在那裡 那我覺得這一塊地 可能就可以養其他的 比如說養那種假龍啊 男相處的恐龍都可以有沒有 那個地方就可以養那些男相處的恐龍 來 放一下15 既然都來了 已是補滿好的 來 我們來放一下我們的碗龍看一下 這個情況 喔靠 碗龍也太大隻了吧 這個頭馬上先出來了 哇 這個長度跟我 沒事啦 喔 沒事 差點說溜嘴 我怕說出來讓你們自卑 哇 打起來了 唉 唉 中爪龍跟 中爪龍跟 中爪龍跟暴龍不能 好了 我已經確定了 哈哈 喔呦呀 唉 我們霸王龍應該是不會死吧 唉 那個 巡邏車 可以再來一個嗎 巡邏車再來一個 補一下我們霸王龍 我們霸王龍比較貴啊 啊 石頭萬龍先 先來補霸王龍啦 不要在那邊萬龍啦 現在有點尷尬啊 完蛋了完蛋了 二七 四九 我覺得我們霸王龍會贏啊 但是 我很怕 哈哈 我還是怕死啊 Oh my god 快快快快快 呃 我們的巡邏車勒 哇 也太遠了吧 快 弄死他弄死他 喔 四九 喔 有了 我們贏了 喔 還好我們的暴哥 戰鬥力還是比較強 我有一個閃避 圖刺 閃避圖示把他咬死了 看來我們中爪龍要養另外一邊了 這絕對不能跟他一起養 喔 死 死掉了 我們的晚龍在這裡 欸 他需要大量的森林 Oh my god 其實這晚龍看起來還蠻好笑的 欸 波子真的超長的耶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比例我有點 我不是我要講阿 他的頭真的很好笑 然後波子長得跟什麼一樣 對不起喔 我不是有意要笑你的長相 可是真的實在我受不了 我忍不住 這也太好笑了吧 好吧 你需要這麼多的森林 我給你好不好 反正 我覺得這些的恐龍 這邊的恐龍森林永遠不嫌多阿 我是這麼認為阿 阿你是有什麼不滿阿 你可以快點往前走阿 你現在到這裡你一直顯示 你對於這個區域不滿耶 好啦 這樣你有沒有舒服一點 我看一下喝完水的反應好了 哇塞 這脖子真的很長 到底在幹什麼阿 應該笑死人了 等一下 我覺得我的腹節龍還要再養一隻 我認為腹節龍是一個群居生物 等一下兩隻一起放出來好了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缺點就是 你完全不知道這孔的習性 等你放出來都來都措手不及 你知道嗎 你放出來 阿原來他社交要很高 OMG 阿 整個醉了 我就覺得超無眼的 然後你就來不及製造 然後之後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誰又要反骨了 你知道嗎 你的恐龍造出來又要反骨這樣 那實在是太好笑了 這一隻呢 一定需要社交 至少要兩隻以上 阿 以我對他的了解 阿 腹節龍阿 方舟最早期的初始恐龍腹節龍 欸 我覺得方 我覺得這版本的腹節龍 比較 比較 比較講 比較細緻欸 方舟的有點粗糙欸 是我的錯覺嗎 我就知道他社交要這麼多阿 我的天阿 你這樣子我哪有時間 生一堆腹節龍出來 好 我們趕快先把我們這個 該死的腹節龍 安頓一下之後呢 我們再開始解我們的 這個 改善外觀的任務 慈母龍 不過這些恐龍的恐龍樹木 接受真的很高 哇 但是我們的 喔 我們的脊龍好像很不悅喔 尷尬了 三隻往左邊搬好了啦 受不了欸 然後你有看到這邊一堆這個 慈母龍在開會 有沒有 圓桌會議 好 開始準備要淘汰誰了 這樣子 老頭怎麼那麼帥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意思阿 老頭是在帥爆了 老頭好帥 我可以理解啦 好不好 差不多了 等下看他跑跑跑跑 然後馬普利跌倒 好 舒服 軟咖軟咖 把你牽到這邊來 有了 草原草原文路的 顏色比較深 偏黑灰色 你的陰虧切算線看起來就和我的一樣漂亮 怎麼長一樣阿 我是開玩笑的 因為我的永遠都更深 我還以為有不同阿 結果都長一樣阿 那到底這skin到底有什麼有什麼差別阿 看不出來 現在我們的工作阿 是將這些新恐龍推銷給遊客 這是必看事先奇怪 必看你還破音 就是說 收益應該會增加 必看 呵呵呵呵呵 喔耶 我們結到了 我們有我們那個什麼水晶 水晶車了 我倒是要看看你這個水晶車到底在搞啥 唉唷 讚喔 唉唷 阿里這個是 阿里這個是 你成功了 上次會注意到你的 這是什麼阿 這讓我也開始好奇 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的目的是什麼 喔 太神經質了 是嗎 可以 可以這樣子玩喔 擋住了 被恐龍擋住了吧 這恐龍真的很煩耶 哇 原來是這樣搞阿 完蛋了 這樣有點有點不太對 Delete 往下彎 哇 完全 完全被警官台擋住了 Oh my God 抱歉啦 這個要先幫你拆了 笑死 來 拉過來一點 耳架沒問題 別吵啦 乘車體驗 保障 保證你舒舒服服 所以說 我已經成功 連接上了嗎 因為他這很不明顯 真的耶 欸我要怎麼去看阿 哈哈哈哈 這還一顆球耶 啊我有沒有辦法敵人撐 欸他真的這樣連接下來了 我可不可以一起自己上去阿 超豪華旅行 哇馬上客滿耶 哇這個這麼踴躍阿 哇一千二 我售價賣六塊錢 林北佛心來 是不是 當然要賣貴一點阿 來看一下 最高價格大概多少 啊 呃 幹三十塊我就沒賺阿 哇這樣這倒扣耶 我的天阿 我就要賣三十五 不管 阿 阿我不能跟下去看阿 我想看他們純臉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們就只能開車去看了 阿我們就這樣坐在這裡面 然後近距離觀察這些恐龍 阿就不要被咬死 哇你看那個哈哈 他跟你長得也好醜喔 哈哈哈哈 好啦反正這就是我們現在這個 喔 新的新的這個物件阿 反正就是 到時候我那個恐龍那邊應該也會弄一個拉 這樣可以增加我們遊客數 以及就是增加我們這個金錢 我們賺錢可以賺多一點 好不好我覺得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那這個下一集呢 應該會直接把帝王暴龍給弄出來 沒有意外的話 那我們現在所測試的就是迅猛龍這種小型生物 跟大型生物之間是可以共存的 啊 中型生物跟大型絕對會打起來 所以說呢 呃 就是變成是說這個我沒有 沒有記錯這個邏輯的話 啊 應該就是大型不能配大型 尤其是肉食 絕對會打起來 大型配中型也會打起來 一定要大配小 然後呢中配小 沒了 就這樣子 其他的好像不行 肉食是這樣子 啊 然後現在霸王龍非常的生氣 因為他有地獄性 然後他看到那些迅猛龍在那邊 他又把他們趕走 然後迅猛龍就全部跑走了 然後跑走了之後呢 又裝作怒無騎士的樣子 要繼續過他們的 只有自在的生活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左下角給訂閱 右下角給喜歡的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好我們下一集諸羅記世界進化再見面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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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